嗨,大家好,我是魏唐周旭 我发现了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自己得胃癌 如果查出来,比如说萎缩性胃炎,肠化等这些东西 就特别紧张,特别害怕,这些东西会变成胃癌 甚至有些朋友就查一个胃镜,胃里面有点炎症 有个迷烂,有个溃疡,有个水肿 他都紧张不行,担心这个东西会变成个胃癌 其实要我说,你真的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因为我们要知道胃癌本身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分别是长性胃癌和弥漫性胃 弥漫性胃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比较罕见 例如说硬性胃癌就属于弥漫性胃癌的里面的一种 那么弥漫性胃癌它和个人的基因缺陷 个人的遗传因素等等这些东西有关系 而且它本身说实在的发展的比较快 预防也不好预防,而且又发病率比较低 真的得那东西的话,积极治疗就行了 也别想着怎样预防真好 咱们主要还是谈的大多数人有可能得的那种胃癌 就是长性胃癌 那么长性胃癌它的发展性情况是怎样的呢 它一般它的关键点就是在于胃黏膜的反复损伤 为什么我们会担心萎缩和强化 萎缩和强化我们之前谈过很多次了 萎缩和强化的关键原因就是胃黏膜被反复损伤 比如说反复损伤伤次数多了,导致胃黏膜的数量减少 说白了就跟一个人秃顶似的 它就是胃黏膜的萎缩 大致意思就是这样的 长化是什么呢 这个胃黏膜被反复损伤了 导致一部分的萎缩膜长得像肠黏膜了 其实这两个点它就算发生了 你也没必要那么紧张 它其实你要说于实在的 一个人秃顶了 你担心它头会变成癌症吗 不会担心的 一个人比如说 它该长的那个东西长的地方不对了 你能说它就这个肠黏膜长到胃里面了 你能说长到来的这肠黏膜 就不是正常的黏膜了 它在肠里面会癌症吗 它到胃里面就会癌症了 它也不会 其实这两个我们担心 把它命名为癌症病变 癌症疾病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两个因素所代表的一个背后的因素 就是黏膜有东西在反复的破坏的 那么一旦这个东西黏膜被反破坏 那么就会导致什么情况 黏膜破坏修复破坏修复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修复的错误 就和搞电脑搞癌症那些人说的 就是说系统出现bug了 那么这个所谓的bug就是异形增生 或者也可以被称为非典型增生 或者你可以说是上频内游变 它们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东西 它就是指的这个胃膜膜的这个细胞 长得开始和正常的膜膜细胞不一样了 长得有点像癌症的胃癌的这个细胞了 轻度的就是长得轻度的 这个硬增增就长得和正常的胃膜细胞不太一样了 但大部分还是像的 只是有一部分的感觉 长得和这个癌细胞有点像了 中度的就是更像了 中度的就差领门一脚 领门就要变成癌症了 然后最终变成一个早癌 这个过程才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关键点 那么就和我之前举了一个例子一样 如果你开着车 再走一个悬崖 到悬崖边了 你车子坏了 您现在需要决定的是 你修车还是先刹车 你修车还是就是说先刹车 那肯定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考虑 先把车子给停下来 你现在能把这车子给倒回去吗 肯定是倒不回去的 所以说先把车子给停下来 那么我们治肺病也是这样子的 您不要先考虑了 我怎样让胃黏膜恢复到正常的胃黏膜 您先考虑把你这个破坏因素给停掉 所以说我们预防胃癌的关键点在哪 就是在于 我们得把这些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停止 那么你的胃才有可能不变成胃癌 才有可能恢复正常 才有可能逆转 这才是关键 那么我总结一下 大致上会导致胃黏膜破坏的三大因素 那么第一大因素是什么 第一大因素就是胃黏膜感觉感染 胃黏膜感觉作为胃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可以说是被我或者一些其他的消化科医生 反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 因为胃黏膜感觉本身来说 它会分泌毒素 导致胃黏膜反复的损伤 反复的破坏 而且它也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 唯一可以在胃酸这种高酸环境内生存的一种细菌 所以说胃膜感觉感染 而且你的胃黏膜已经出现了 损伤的话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杀菌 这才是关键 所以说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懂 那么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您的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这一点呢 其实很多人很容易被忽略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生活习惯它融入到我们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很不经意的过程中 你都有可能把你的胃黏膜给损伤了 所以说呢 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一点 那么哪个生活习惯最容易破坏一肺黏膜 我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吃宵夜 而且熬夜 这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点 因为现在呢 就是因为大家压力大嘛 很多人觉得只有夜间 才是独处一个自己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喜欢在夜间 吃饭睡前 喝点咖啡 让自己熬夜时间更长一点 或者吃点东西 让自己更快乐一点 但是你并不知道 这个都是导致胃黏膜破坏了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我们的胃黏膜 本身来说 它的修复过程是大约两到三天一个周期 那么如果你经常在夜间熬夜 夜间吃宵夜 那么你的胃黏膜 在夜间 胃的功能都得不到一个休息和修复 首先你夜间熬夜 夜间吃中息的话 那你的胃处在一个紧绷 蠕动的状态 首先来说它就会比较累 让你夜间每天都冬宵 你瘦得了 每天久留你也瘦不了 所以说胃它也是会瘦不了的 那还有就是说 你夜间吃宵夜会怎样 您吃了宵夜了 是您去睡觉了 但是你的胃还要不断努力的去 这个消化食物 去蠕动 首先动力得不到修复 另外一方面 您夜间胃 胃 你不可能说每天吃那么多东西 它没有一定点损伤的 但大部分那些轻微的损伤 我们的胃都会自己进行一个修复 那么您吃了消夜之后 这个食物 它在消化食物会刺激更多的胃酸分泌 那么这时候 而且再加上食物都会干走 你胃黏膜的一个修复 所以说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你胃黏膜损伤的更严重 那么这里要特别说明是 很多人迷信 夜间洗钱 喝一杯牛奶 是有助于保护胃黏膜的 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牛奶是高钙的 它是可以大量刺激胃胸分泌的 如果夜间经常喝牛奶 咱就不说肥黏膜的损伤 你非常容易早智 你的这个 为什么反流病的发生 也就是反流食管炎的发生 所以说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然后第二个 这个生活习惯 就是很多人情绪比较悲观 尤其是这里要特别评评的 就是很多朋友喜欢 一有点毛病就往上查 你要知道 一个情绪悲观的状态下 您的胃一紧一收缩 一紧一收缩 首先功能会出现稳乱 那么你的胃酸 各个方面的分泌 都会出现稳乱 那么你觉得就是说胃一紧一收缩 一紧一收缩 那么这时候 乘天处在一个紧绷 这家胃酸多 那么会不会导致 你手捏得紧的时候 捏得紧的地方还会发红 胃整天这样绷着的时候 它的胃膜会不会肿胀 会不会发炎 那发炎之后 胃酸再分泌多 会不会导致胃膜的损伤 更别说你本身来说 胃膜就有损伤的情况 它会加弄损伤的 所以说情绪的稳定 一定一定要注意 胃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 是仅次于 神经细胞是仅次于 我们的大脑和你的脊髓的 所以说它是非常敏感的 情绪一定要稳定 那么再说第三点 就是饮食习惯 俗话说病虫口度 你吃东西吃不对 是非常非常容易损伤胃粘膜的 那么当然这里就不多说 那些重口味的饮食了 重口味的饮食 大家都知道 三味 但是要特别说的是 哪种饮食 就是说高盐饮食 因为高盐饮食 本身来说 您知道这个东西 它如果含量特别大 你吃进去之后 这些高盐饮食 本身来说 它都会对维粘膜 造成一个刺激 那更别说 这些高盐饮食 也就是这些瓦酸酸盐 那么就非常容易 有可能进到你胃里面 被某些细菌所干扰 从而形成亚瓦酸酸盐 那么亚瓦酸酸盐 在和某些食物中的 这个氨结合 从而形成亚瓦酸酸盐 也是非常非常容易 导致致癌性升高的 而且有些研究 会发现 这些高盐饮食 它是有助于增加 这个瓦膜罗感菌的毒性的 那么 瓦膜罗感菌感 再加上高盐饮食 那么对你 维粘膜损伤 是会更大的 所以说 饮食这方面 高盐饮食一定要注意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很容易被人忽略了一个习惯 尤其是老年的 一个习惯 就是吃烫的食物 我们这里本身来说 是一个食股癌 狗发区 你知道 很多这些食股癌 都是因为 比较烫的食物 所导致的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这些烫的东西 下去之后 那么 非常容易导致 您的黏膜损伤的 其实说白了 这烫的 有些人 那些特别烫的饭 您自己的皮肤都不愿 您手都不愿意去挨 您直接喝下去 您觉得 您的胃和食股受了吗 其实我知道 很多有胃病的人群 他喜欢喝比较热的一些东西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 你要知道 就是人的胃 他处在一个 有炎症 有刺激的状态下的时候 他会处在一个 痙攣的状态 收缩的状态 那么喝下去 一些比较热的东西 就相当于形成一个热服 就像你腿抽筋 什么地方抽筋的时候 你拿着热的东西 烫一下 他就感觉 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 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背后 是有黏膜损伤 所造成的一个破坏的 你的胃肠 他食管包括食管 他对烫的东西并不敏感 但是 不代表 他没有损伤 没有刺激 所以说 烫食这个习惯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 他本身对痛不敏感的话 家里的年轻人 更应该提醒他 注意这个习惯 那么最后 这个视频 大致上就说这么多了 但是最后 还要给他说一下 啰嘴 啰嗦一下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说 我就说 有这个 或有上瓶流变 这个东西 很多人特紧张 查出来这个东西了 这事不叫改变了 并不是这样子了 查出了这一步 也有救 只要不是说 最终发生转移了 手术都没法做了 都有救 怎么说呢 只不过是 越早发现 您自己所损伤的是越少的 例如说 没有这个上瓶流变的时候 你把这个 致癌因素 就是这个早上炎膜 破坏的因素 给消除掉 这就可以完全避免 就是说 最终出现阴性症症了 那就算出现阴性症了 轻度的 中度的阴性症 它呢 在炎症消失之后 是有概率逆转的 定期复杂又行了 真的不幸 到了就是说 这个中度的阴性症症 未经下是可以 就是说 进行个局部的 微创的切除的 是完全可以避免切胃的 那么真的 不好意思 翻转成一个早期未来的 一部分的早期未来 也是可以在内经下 做微创的 你知道这微创手术 有多好吗 就是说 不用开大刀 不用切胃 去医院 住个院 可能就是说 甚至住不了一星期 把这一块 坏掉的黏膜 给剥除掉 就可以出院了 创伤很小 对正常人的生活 也是很小的 那么真的不好意思 就发展成一个 中度以上的胃了 中度以上的胃 只要能做手术 把这个胃给切掉 只要没有转移 能切这个胃 也是可以避免 这个人因为癌症 而去世的 我见过很多 做过大手术 把胃给切掉了 又活到八九十岁的人 也很多 那么真的 真的到晚期了 真的到晚期了 如果调点允许的话 我之前见过好几个 就拿我身边有一个 就是说比较熟悉的人 人家查出来一个癌症 当时所有的医院都断定 他活不了三个月 最终人家不是活了快三年吗 你手术也没多 就是因为没办法做手术了 所以说 积极良好的心态 积极的治疗 定期的体检 高费人群 当然就主要指了 四岁以上的人群 和有家族史的这些人群 定期的进行胃灵的行政 是完全可以避免胃癌发生的 真的没有必要 挤人忧天 因为有些人 他本身来说 就不是胃癌的高费人群 也没查出来什么事 就整天上网查 整天看电影后 吓唬自己 我说实在的 这真的没多大的意思 你反而会因为这些 不良好的情绪 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导致你的胃黏膜 身体的技能受到损伤 这就得不偿失 那么关于这个视频 可能说的有点多 说的有点啰嗦 那么也希望大家就是说 别太紧张 我主要还是那句话 别太紧张 说的比较多呢 主要还是避免 引起大家的恐慌 这也最近事业比较多一点 没时间更新视频 亲生还是这样子的 不喜欢给大家知道恐慌 真的没意思 那么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